HELLO 大家好我是DM 今天呢我要來跟大家聊一聊在台灣的民俗傳說 那這個民俗傳說呢其實有許多長輩 包括我們讀書的時候學校老師都會告訴我們這個禁忌 這個禁忌呢就是當我們用紅筆在寫字的時候 絕對不能寫下人名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典故 就要從古代開始說起 古代的時候呢通常在衙門一個犯人要被斬首之前 這個官員他會用紅色的筆寫下這名犯人的名字 寫下之後呢將那張牌丟到地面上的時候 這位犯人的人頭就要落地 筷子手就會將他的頭斬下 以至於在古代其實紅筆對於人們來說 他就是一個代表死者的一個含義 所以說一些民俗的故事來講 包括像在閻羅王他的生死簿上面 所寫下的名字也是用紅筆來記錄我們人的陽壽 是否已盡 所以說紅筆他其實就是一個代表 往生者或者是即將被斬首的人才會用紅筆寫下這個名字 那如果大家去觀察的話 其實紅筆他通常還會用在哪個地方 紅色的顏料他會用在墓碑上面 墓碑上面他會用紅色的顏料 將名字填滿 在墓碑上通常都會看到是用紅字去寫下人名 代表說他已經往生了 所以說有此可見 剛才我們所講的這幾點來看 其實紅色的字就是代表象徵者死者 或者是即將被斬首往生的人 才會用紅色的字來去寫下他的名字 那其實還有一個典故就是說 在古代的時候大家寫信給朋友 因為古代沒有像現在資訊那麼發達 並沒有像現在可以用LINE 或者是用E-mail 所以都是用寫信的方式 那在古代的話也有流傳過 不能用紅色的筆去寫下對方的名字 然後甚至是信裡面的內容 因為這樣子的含義是有代表著 跟他是要絕交的一個象徵 許多年輕人包括像我們自己 其實已經沒有那麼忌諱 這些民俗的傳統所傳承下來的一些 不能做的事情 或者是說你可以做的事情 那紅筆其實一般來說 通常都是使用在老師幫你們改考卷 訂正你的錯誤 絕對是不會用在寫我們的人名 包括像我自己 我也是蠻忌諱這一點的 我絕對不會用紅筆去寫下我的名字 那當然拍影片的開場那邊 我有用紅筆寫下自己的名字 是因為我想要做出一個開場的感覺 讓大家知道我今天的主題是想要做什麼 那其實在古代他們在斬首的時候 其實他們還有分 哪些日期是可以斬首 哪些日期是不能斬首 例如說天未晴他們不能斬首 夜未明也不能斬首 也就是說天黑的時候還沒天亮不能斬首 紅下雨的時候天還沒有晴 他們也非常忌會斬首 大家有發現嗎? 為什麼我們在看影片的時候都會發現 人頭要把它斬下來的時候 都會說53克人頭落地 為什麼都會選在53克 其實這一個53克的典故 之後也會在下一部影片來跟大家探討 那今天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說 千萬不要用紅筆寫下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朋友的名字 除非你想要害他折瘦 大家如果喜歡這一類的都市傳說talk的話 也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訴我 那我就會繼續做這一類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